急慢车道有机车骑士经过 车身往右倾斜最后摔车滑行 骑士最后变成这样 绷带纱布贴脸上的 绑在手脚上的 20岁张姓大学生坐在轮椅上 但全身都是伤 因为摔车害他的门牙断了三颗 上牙银和左眼各缝了七针 手腕手肘和膝盖有多处擦伤挫伤 过去的时候可能冷孔在那边 看起来是不会很深 那他过去的时候是有一个 就是一个坑洞 会有一个车会有点稍微起伏的一个状态 然后就重心部分然后就倒了这样 目测是还好 只是过去之后才发现那个 比较深这样 有点蹦一声啦 车车到那里他就 做我们隔壁车就十八道了 这家车车车车车车不停 我车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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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重回事发现场无期中滑路二段 在4.6公里内就有13个台电人孔盖 尽管不算密集 但人孔盖却都铺设在机车道上 实际观测 柏油路面和人孔盖的确有落差 特别人我们老家都绑一车绑一车 如果我们厚一厚 晚上比较大台车都绑一车 直接叫我拨到那里 江姓大学生第一次骑车 经过无期中滑路 是否因为拧过人孔盖 而摔车还需要调查 台电人孔盖怎么会铺设在机车道上 学生家长质疑和柏油路面出现的落差 请问谁来补骑 记者联源并在台中的采访报道